消防車從外觀看來感覺都大同小異 但其實從細節改變 就可以大大增進消防人員救災的便利以及安全 嘉義縣消防局最近採買一輛新的消防車 加入外情同仁的意見做改裝 希望能讓同仁執勤時更加順手 那因為消防隊我們的專業的東西實在是太多 那車輛的空間有限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必須要層層疊疊 那如果說你必須要層層疊疊的時候 你要去取用它就會相對來講不是那麼的便利 現在也必須要拿到一個分期開關 那我就必須要把我這些的水袋先把它給拿走 之後拿下來 然後我才可以從這裡去取得我的這一個分期開關 所以我們把它調整到一次性就可以拿到的位置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物品都做了一個適切的一個調整 隊員胡佳豪說 舊型的消防車空間配置不夠理想 工具擺放不夠便利 所以設計收納工具架 除了拿取方便外 工具擺放也更加整齊 因為救災設備多為淺色 內部塗裝特地選用深色 凸顯救災設備位置 一目了然 紅色是相對亮眼的顏色 即便我們加了很多東西在上面 那可是它的對比會不那麼的明顯 那因為現在我們安全的需求 所以我們加了很多的反光 包括是主動式光源跟被動式光源在這個東西上面 那希望我們就希望藉由這個顏色的對比 來凸顯整個效用車輛的一個辨識度 那它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困難 比如說我們車子在行駛當中 或是我們在救災當中 它可以提高我們整個車輛的一個辨識度 那另外塗裝還有一個好處是 就是我們把裡面的這個原本這些塗裝 因為我們裡面原本的塗裝都會是亮色系的 那我們很多的救災器材它也是亮色系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做調整之前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效用車 它整個都會非常的眼花繚亂 所以我們現在把我們的裡面的內部塗裝呢 改成暗色系的 就是讓它可以做一個沉底的一個作用 然後把我們的器材放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顯眼很清楚的看到 我哪一個東西放在哪裡 另外為了提升救災安全性 外部另外加裝暴閃燈 如遇天色昏暗或冷霧時 便可提高路上駕駛人的能見度 保障同仁執勤安全 本期在109年 港邊有水箱車一部 還有小型水箱車兩部 以及救助騎車車一部 總共發揮我們縣政府2600多萬 在這邊首先呢 要感謝我們縣政府以及議會的支持 能夠給我們添購這四部新式的消防車 那我們在設計階段呢 就要請我們外勤同仁以及教官 以及參考各縣市的優點 來做一個設計 那主要是要優化我們救災的安全 以及有效性 嘉義縣消防局表示 消防機具功能日新月異 但都是為了增加同仁執勤的效能及安全 這台消防車加入第一線外勤同仁的意見做改裝 可以說是量身打造 希望增進同仁救災時的方便性 發揮最佳的救援能力 記者黃培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